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 控制模块通讯总线必熄灭 这意味着什么 此通信系统诊断故障代码通常适用于2004年以来制造的大多数国产和进口燃油喷射发动机 这些制造商包括但不限于AC哥 别克 雪佛兰 凯迪拉克 福特 GMC和本田 该代码与车辆控制模块之间的通信电路有关 该通信电路通常被称为控制器区域网络总线通信 或简称为CAN总线 没有此CAN总线 控制模块将无法交换信息 并且您的扫描工具可能无法与车辆通信 具体取决于受影响的电路 故障排除步骤可能会有所不同 具体取决于制造商 通信系统的类型 电线颜色以及通信系统中的电线数量 U0074指公共汽车B 而U0073指公共汽车A 症状 U0074发动机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 故障指示灯没有点亮 动力不足 燃油经济性差 所有组合仪表指示灯点亮 可能没有取柄 没有启动条件 原因 设置该代码的可能原因是 在B-CAN总线加电路中断开 在B-CAN总线电路中断开 任意B-CAN总线电路中的电源短路 B-CAN总线任意电路对地短路 很少有故障的控制模块 诊断和维修程序 一个好的起点始终是检查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您的问题可能是制造商提供的已知修复的已知问题 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 首先 查看您是否能够访问故障代码 如果可以 请注意是否还有其他诊断故障代码 如果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与模块通信有关 请首先对其进行诊断 如果技术人员在彻底诊断任何其他模块通讯相关的系统代码之前 诊断此代码 就会发生误诊 接下来 找到您特定车辆上的所有总线通讯连接 找到后 目视检查连接器和接线 寻找擦伤 摩擦 裸线 烧伤点或融化的塑料 拉开连接器 并仔细检查连接器内部的端子 金属零件 看看它们看起来像是被腐蚀 烧焦或可能是绿色 而不是您通常会看到的普通金属颜色 如果需要清洁端子 则可以在任何零件商店中购买一些电器触点清洁剂 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 请找一些91%的外用酒精擦拭 然后用清塑料印毛刷进行清洁 然后让它们风干 得到一些绝缘的硅束之化合物 它们用于灯泡插座和火花塞电线的东西 然后将它们放在端子接触的地方 如果您的扫描工具现在可以通信 或者模块通讯有任何相关的故障代码 请从内存中清除诊断故障代码 然后查看该代码是否返回 如果不是 则连接很可能是您的问题 如果无法进行通讯 或者您无法清除与模块通讯相关的故障代码 那么剩下的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一次拔出一个控制模块的电源 然后查看是否与扫描工具进行了通讯或代码已清除 拔下电池复集电缆 然后再拔出给定控制模块上的连接器 断开连接后 拔下控制模块上的连接器 将电池电缆挂回去并重新测试 如果现在发生通信或现在清除了代码 则表明该模块连接有故障 如果无法进行通讯 或者您无法清除与模块通讯相关的故障代码 那么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寻求训练有素的汽车诊断专家的帮助 感谢您的编程